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政治斗争是一场持续进行的马拉松赛 取得一回合的阶段性胜利 未必代表你能一路笑到最后 昨天在政治评说当中我们就提到了 首相安华25年以后 以首相的身份王者回归的姿态 重新回到巫统大会 这在他个人的政治斗争当中 算是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胜利 然而在这场 政治马拉松长跑赛当中 安华还有一个劲敌 就是曾经一手拉拔他 又把亲手把他推下谷底的政治师傅 现在是他的宿敌马哈迪 马哈迪和安华 这对爱恨纠结的政治对手欢喜冤家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在大马政坛擂台上开始斗 一直斗了整整25年 1998年 马哈迪和安华的关系决裂之后 马哈迪把距离首相大卫只有一步之遥的安华 踢出巫统家门 过后安华在击尖等等罪名之下就坐了牢 第一回合斗争 大家会看到马哈迪是取得了胜利 安华被KO 来到2018年第二回合 双方的战局就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 他们休战握手言和成了好哥们 马哈迪和安华的世纪大和解 让他们成功推翻国阵 以西蒙的旗帜入主不成 来到2022年1119大选 第三回合 安华统领 西蒙和东马政党 以及国阵组成了联合政府 入主不成 坐上了首相大卫 成功逆转 反超 扳回一局 而马哈迪那一回 则是输到连按贵金都保不住 所以这一回合轮到马哈迪被KO 而马哈迪和安华的第四回合 政治擂台战 现在正在激烈开打 没有放弃作战的马哈迪 正在用尽所有他可用的招数 以打倒安华为终极目标 马哈迪和安华 谁才是笑到最后成为打不死的政治小强的那位人物呢 政治学者潘永强受访时就说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 其实马来西亚的政治舞台 就是围绕着马哈迪和安华 这两个人身上不断的在转 不管是他们两人结盟合作 又或者政治权力交锋 还是竞争 我们都在转 那马哈迪和安华虽然出身自同一个政党 同一个政治背景的大脉络 但是他们两人呢 还是有着一些政治主张上的区别 马哈迪走的是威权独裁路线 而安华则处处表现出 他是民主政治领袖的风格 但不能否认的是 这一对政治师徒 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 马来西亚政治上战斗力最强的两位政治领袖 而他们叱咤大马政坛40年间 他们总是有办法在他们政治的谷底翻身 充分展现了两人在政治上 都有一种打不死的任性 安华可以重新翻身 跟他的政治任性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马哈迪和安华 这对从师徒变成对手 变成伙伴 再变成对手的政治欢喜原家 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现在 都在主导着过去整40年的大马政治舞台 受访的评论员都认为 这两位政治领袖 尽管从政生涯起起落落 也曾经跌入政治最低谷 但都能够不断地翻身再战 而且还越战越勇 都是因为两人有顽强的政治斗志 和打不死的任性 安华以brahim has been the opposition leader for over 20 years that's no one can deny that and he's been very strong and he remains relevant and important when it comes to an opposition leader that people look up to 自从他垮台之后 或者是25年前被开除出港之后 安华基本上还能够坚持他的一些主张跟路线 他没有因为中间面对很多波折 或者是失落 放弃自己的一些坚持 他在一些政治的主张 他还能够坚持到底 尽管马哈迪和安华都是靠着强大的政治任性 在大马政坛写下打不死的传奇 但是政治学者潘永曾认为 马哈迪和安华的任性 还是有他微妙的不同之处 他认为安华的任性在于 他面对波折和失落 依旧坚持底线 而马哈迪的任性在于懂得灵活变通 哈迪当然他也是另外一个更具有嫩性的领袖 他是充满战斗力 而且有不断可以有新的那种策略的改变 或者是灵活的一种应对的手段 尽管过程里面有些是成功的 有些是失败的 但是这个人基本上还是有很强大的 企图性战斗力 而且不放弃的那种决心 马哈迪和安华 最后谁才会是打不死的政治小强 在大马政治擂台赛当中笑到最后呢 国大政治系教授卡蒂尼认为 现阶段来说 虽然安华在这一场马拉松赛当中 以他顽强的政治斗志 取得了反超市的这个阶段性胜利 但是能不能笑到最后这个问题 还言之过早 他认为呢 相较于马哈迪 不管是有形的各种工业化大型基建工程 或是无形的那个新经济政策 现阶段来说 安华能够端出来的 除了他提到那个声色难懂 而且看似把过去的Sato Malaysia 和Kaluaga Malaysia 重新融合包装的 Malaysia Madani 昌明大马概念之外 目前学者认为 还没有 安华还没有展示 他让人觉得眼前一亮的领导风格 也暂时感受不出安华对国家建设的一些强大企图心 当然 他认为持平而论 国人还是需要给安华多一点时间来交出他的成绩单 到时候我们再做评论比较 他说安华能否在他任内像马哈迪那样 留下让人记得他的政治遗产 这个我们还需要时间 拭目以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